来到十大新闻的第二名 历时两个半月79天的香港雨伞运动 引发国际高度关注 尽管清场了 但对于想争取民主的港人来说 沉睡的狮子山精神已经被唤醒 港台两地在2014年 有着在公民运动的血脉牵连 一起在守护民主路上通舟共济 就是让他知道我们香港这么多人都想要这个真普选 所以这么多人走出来 勇敢地走出来 自己香港 自己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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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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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后的香港青年不曾经历 更不会想到 有一天 自己的政府会用推泪弹 来对付和平示威的群众 这一幕 把香港几代人都给打醒了 不满中共人大常委会定下的政改方案 香港人不要带住先的假普选 香港特首梁振英拒绝对话 两个学生组织香港学联及学民思潮 发动罢课抗争升级 6万人到政府总部集会 声援被警方带走的学生 9月28号凌晨 占领中环行动宣布提前启动 要求人大撤回决议 梁振英重启政改 抵挡警方胡椒呵护张开的伞 成为这场运动的精神象征 接下来的日子 雨伞运动在京中 望角 铜锣湾遍地开花 我们是24小时的 而且我们都是学生自发的做义工 所以我们是有几位的同学 帮忙做统筹 然后其他的义工帮手做 搬运之类的 不像上一代父母对政府的决定 多数选择沉默接受 这群平均年龄20出头的青年人 要用行动夺回属于他们的未来 我们要生逢选 我们要生逢选 梁振英雄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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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重更多军军 诉求激昂但坚守和平理性 他们有主见 自律 表达条理分明 国际媒体盛赞他们是最有礼貌的示威者 甚至将他们和25年前 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相比拟 再次召唤中国失去了的民主魂 港府以托待变 对学生要求对话一言再言 纵容黑帮闹场恐吓脚逼退学生 文化界 学界纷纷铤而声援 我所感受到是梁振英上台以后 整个社会都变得很不同 包括言论自由就不断地下降 你可以看到很多报纸都变得很不中立 他们都很多给中国影响了很多 他们很多的报道都是很偏向政府的 然后就楼价十分的贵 然后我们年轻人根本就不能买房子 不管我们是很努力工作 大学生出来也是的收入也是很低 就觉得政府没有做过什么去帮助我们 反而就是对地产大商家还是什么都很帮助 但是对我们这些小市民就完全没有在管我们 香港 台湾和所有受全球化冲击的地方一样 都面临贫富差距扩大 就业与劳动问题 但面对极权中共的威胁进逼 港台两地像彼此的一面镜子 更多了一份同舟共计 中共对香港那种背心弃义 那样子使用暴力 这个对台湾人来讲是一个很深刻的教训 也就知道这个就是马英九那个轻重路线 如果走下去 那台湾的情况就可能就是跟未来 跟现在的香港一样 台湾九合一选举结果 执政党大败 给当时几乎陷入停滞的雨伞运动 很大的鼓舞 台湾的选举昨天已经告终了 有一个政治人们就说了一句说话就是 政府政权的权力 人民永远都能够收得回 人民永远都能够利用他们的选票 利用他们的政治力量 是能够拿回政府的权力 就在这一夜 学联再次发动抗争升级 警方加大力度清场 棍棒齐飞 逮捕了学运三子 紧接着一波波的清场行动 港警执法公安化 让过去香港最引以为傲的法治社会 荡然无存 香港市民不在冷漠 过去人与人之间互助互爱互让的狮子山精神 在近80天的雨伞运动期间 以一种更有创意的方式重新被唤醒 每个人都会避免 没有一个相信香港未来 能够拥有民主的信念的话 雨伞运动是不会结束 也都不会失败 一起回应 就会别人都会避免 也都会避免 都会避免 随应当自晃 会避免 另乎 rechts在衣托 布可以来的 fate不忍 念작ize 我们已经有一点